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不像旧龙,我是小郑 金佛兽呢,小郑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几次 现在它的果实已经完全变黄了 可以呢,采摘下来了 采摘下来的这个金佛兽 我们可以放在家里啊,吸收一味 它能散发出正正的清香 那采摘下来,放在家里呢 至少能保存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会腐坏 也可以呢,采摘下来之后 切片给它晒干之后呢 能泡茶喝,还可以泡酒 总之它的功效啊,是很多的 那有的朋友呢,会让它继续挂果在这个树上 那它还能挂三到四个月 但是呢,我一般都会选择把它采摘下来 采摘下来之后呢,及时做好养货啊 这样它来年结果会更多 果实采摘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放在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养货 充分的光合作用啊,能让这个果树更好的生长 佛手呢,它一般能耐零度左右的低温暗 当养护温度低于五度的时候 会开始落叶休眠 那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把它移回室内 或者是放在温暖的地方养货 避免呢,它遭受冻害 除了养护环境,养分也是很重要的 江浙一带的养护环境 如果之前呢,没有给过有机肥 或者是有一个月左右没有施肥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来一次有机肥 让根系慢慢吸收养分 帮助呢,这个植株来恢复 现在11月下水你给过一次啊 等到12月下水还可以少量给一点 再买一次冬肥 这样它来年春天的涨势会更好 买冬肥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养护温度已经低于五度 那现在给过一次有机肥之后呢 12月下水就不要再给肥了 那盆栽呢,浇水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现在盆栽往下2-3厘米左右干了 就可以给它浇透水了 等到冬季如果是落叶休眠了 那可以呢,一两个月都不给它浇水 也没有关系啊 避免浇水过多根系不烂 导致这个植株呢被冻死 今天关于这个金佛耍果实采栽之后